探头放下去 我一般都是骑着这个底部就好了 不要放到这个到底部太深 太深的话这个上鱼的时候 还容易这个纠缠 刚才探头放下去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底部 看这个地方 就是应该是一些鱼的信号 因为它还在动 如果没动的话 也不一定是鱼 或者枯枝 但是这个地方 看着现在在动 我现在把耳放下去 试一下看看 看一下这个耳丢下去的时候 现在底部看不到 现在你看在这 这是全水鱼 这是全水鱼 这个地方显示这么小 现在过到这个方大区间这边来 这个耳就显得比较大 这看到 我再往下丢一点 好 看看 好 看 丢到这以后 看 这个耳刚丢得下来以后 看 这下面就 在不停在动 说明这个地方是鱼 好 这条鱼已经看出来 它已经在往上走 好 看它会不会来 来咬我的耳 好 已经上来了 好 在这边你上来 看你看在这个全水鱼的时候 你看这边的信号就显得很清楚 好 这个鱼上来了 好 看看它咬不咬 好 再咬 好 没咬上 再看 好 它又上来了 好 咬没咬上 特别这个鱼呢 也不是很大 好 又咬一口 好 咬上了 现在 好 好 咬上了 看看是个什么 还一条这个小三菲石 好 好 你看 好 看 看这个地方 下面现在还有一条鱼在这 在这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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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试下这个 看到这个地方还在动 底部现在还在动 说明这里还有一条鱼 或者是有几条鱼在这 好 我的耳下去了 好 到底部 以后 往上 往上拉 到底部以后往上拉一点 好 这样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你的耳在这 做这个垂直的几个动作 等待一下 好 上了一条 这条看着大 嗯 好 看着很大哈 这条看着有点大 看着是个什么 哎 有点大哈 看 嗯 有可能是个crappy 有可能是个bus 你看 哎 好 看着上了哈 嗯 好 嗯 嗯 嗯 看着 看着是个什么 哈 嗯 啊 叫到我的摊入器上 啊 果然哈 哎 是个小bus 哈哈 哈哈 哎 好 一条 哎 小bus 哈 好 有兄弟们你们好 哎 欢迎来到娱乐圈钓鱼频道 我是 今天是 嗯 2019年的哈 这个腊月的28哈 再过两天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呃 大年初约哈 在这里 呃 先给 呃 广大育友兄弟们哈 拜一个早联 大家 呃 新年愉快 啊 和家欢乐 好 今天我们坐下来来聊一下那个冰钓探渔器的呃 Flasher哈 就是那个大饼界面就是secular那种大饼界面啊 如何解读 呃 当前市面上呢 我们知道的 现在最流行的哈 大概有五大类的这个界面哈 一类就是像我们刚说的这个大饼的这个secular这个Flasher界面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常用的像那个呃 侧面的那个Flasher界面哈 那个2D的那个界面啊 那个2D的那个界面啊 一般呢 一击这个 呃 多人用的哈 那个那个是比较实用的 啊 第三 第三个呢 就像那个Macom出的那个呃 修档的界面哈 一个竖型的那个修档界面 啊 第四个现在是啊 最新的哈 就是家民处的那个呃 呃 那个大角度的啊 大角度的那个 Live Scoop的那个界面哈 我们俗称它为这个 B超界面哈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显示那个面特别广哈 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还比较多的就是 呃 像Andwater 那个Cumber 就是水下摄像头 啊 水下摄像机啊 那种界面啊 这五种界面哈 啊 其中哈 尤其是以 呃 Flasher这个大饼的这个界面啊 运用的是 最为的广泛 呃 它那个操作也简单直接哈 实用啊 这个功能呢 也是最为强大 呃 基本上它可以说是 冰调的一个 不二的一个首选 市面市面上这个 这个 这个 大饼 它的这个所有的功能哈 基本上是 大宗小异啊 一个就是 呃 完成对这个水深的探测 第二个就是 对这个鱼信号的追踪和探测 呃 辅助这两个功能哈 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参数设置 呃 基本上所有的厂家的这些参数设置 也都大宗小异 呃 除了对这个信号的这个精度啊 呃 或者说这个 呃 或者说强弱啊 有一些不同之外 呃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或者说 有些厂家也设计了 设置了一些 呃 辅助的一些参数 啊 比如说像有些像 呃 一些时间啊 水温啊 还有一些像什么 GBS啊 还有一些像这个水温图啊 等等这些啊 都是一些辅助的 究竟怎么来 呃 解读这个大饼界面上的一些参数 哈 怎么来运用这个 呃 这个探浴器 好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现场 呃 解读一下 好 第一个呢 是哈 调节这个水深啊 嗯 啊 看我们这个参数是5尺 10尺 20尺 30尺 啊 一直能调到这个800尺啊 像今天的我们这个水深是14尺 啊 我就把这个 他的这个水深的range 啊 调到20尺 确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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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抗干扰指数哈 这也我提一个哈 呃像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出现的紊乱哈 就比如像一些这个水的深度啊 发现变化 变变变 这个水的深度显示哈 发生一些变化 屏幕上的这个 呃 红杠啊 或光杠杆都发生一些紊乱哈 呃 这个首先我说如果是拍出一些信号干扰的话呢 呃之外呢 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大鱼哈 他这个在水里面哈 他的活动比较 呃 比较平凡哈 这样的话呢 你的屏幕可能会出现紊乱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鱼 他这个呃 冲上来哈 他的鱼够大 另外呢 你的这个在你这个夹角 啊 在你这个夹角里面哈 呃 让那个这个信号探测到他这个大鱼的时候 他他在在确定他是这个呃 是底部 啊 或者说是 是鱼 啊 有时候他可能他 他误以为这个鱼哈 呃 像一个底部一样哈 然后呢 在你的让你的生动呢 出现了一个变化 啊 如果这个鱼精的探测一下变成了这个五尺 啊 他这时候探测到的可能说你这个 呃 屏幕上的显示呢 是五尺 另外一看下面呢 还有一个十几尺 然后他就会出现这种乌 啊 一般情况下呢 呃 我有一个有一个经验哈 是这样 我我会把我这个 把我的这个洞呢 我会打的这个 呃 或者大一点 或者说那个 让我的这个耳丢下去的这个 这个 点哈 离我的这个探头这个正中间啊 稍微的偏一点啊 这样的话 那个鱼在攻击你的这个耳的时候呢 他不至于哈 你的像你的你的那个探头正下方哈 让你的探头 误以为是那个 呃 误以为是这个 是底 啊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你 在这个鱼 大鱼上来以后 在这个你的探头下面的时候 他也会出现你的探头 呃 这个祸 你的这个 界面也会出现这个紊乱 啊 那也是 因为这个鱼在你的这个探头正下方的原因 啊 所以呢 有时候如果你打动的话呢 啊 打成这种 啊 梅花桩的啊 这个梅花洞 或者说这个连环洞这样子啊 让你的这个探头 和你的这个耳哈 你的距离稍远一点 啊 能够缓解一下你的这个屏幕的紊乱 这个状况 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非电子干扰的这个 屏幕紊乱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的哈 可能就是一条大鱼正在向你靠近 好 专门给大家画了一张 呃 冰钓探云器的大饼示意图哈 呃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 好 假设这是冰面水面哈 当你把探头放到洞口以后呢 打开你的这个开关 在你的这个界面上呢 一边会显示出啊 这个好 大饼的这个界面哈 呃 一般情况下显示出来以后呢 呃 如果正常的话呢 在你的这个界面上呢 会显示出已探测到的 目前的这个水深啊 比如说这是29尺 如果说你显示不出来这个29尺的话呢 可能是你在那个机器的设置上面呢 它的可探测的这个range和范围呢 啊 调的呢可能比这个要小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得把它的这个可探测范围呢 尽量的调的要比29尺要高啊 比如说像我这个啊 档位是30尺或者40尺到50尺啊 我会尽量的调节的这个档位是129尺 最近的30尺啊 这样的话呢 你所看到的这些瓣啊 就是这些这个鱼的信号呢 就会更加的大一些 也就更清楚一些 市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大饼的界面哈 一般呢有两种界面哈 一种就是呃全屏的界面哈 一种就是像这种的分屏的界面 分屏的界面呢 就是把这个大饼哈 一分为二 右边呢 显示的是从顶部到底部的 这一个全部的一个探测的范围的这个信息 而在左边呢 显示的是从底部到底部以上 6尺 或者是有的机器显示是12尺 你看从这个0 这个1尺2尺3尺 一直到6尺 底部的6尺以上的显示范围哈 这边呢 一般我们被称为是底部放大的一个功能 有的机器呢是这个分屏和全屏是可以调节的 如果没有底部放大功能的话呢 它整个呢只有一个全屏的这个显示 就是从0尺 一直到到这边来 比如说到这来是30尺 这个顶部和底部 在这就重合了 像我一般掉的水域哈 大概就是在30尺这个样子哈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这个分屏的这个模式 分屏模式呢 既可以看到这个水下的整体的这个状况哈 也可以看到这个水底的这个 状况 如果是全部调成这个全屏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信号呢 稍微小一些 尤其是这个水越深哈 它这个显示的信号就越小 但是如果是你有底部放大的这个功能的话呢 你就能一目了然的这个看到这个 这个鱼的这个信号啊 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说 呃像有时候呢 我们钓那个鱼钓的鱼呢 哈 有的时候呢 会显示在不在水底 它显示在这个半空中哈 可能是已经在这个6尺范围 或者12尺范围以上 这个时候呢 你在全屏的话呢 嘿你就会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当然也有一些机器呢 它可以调节的哈 只看比如说这一段哈 你如果发现这个鱼在这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大的功能呢 调到这来哈 只看这一段哈 还有机器可以显示这个 啊我们看到这个flush大饼 这上面显示颜色哈 有有这个花花绿绿的哈 各种颜色 呃市面上一般的这个显示色呢 呃有有三色的还有五色的 这个三色五色呢 呃也是可以调节的 另外呢 如果根据你个人喜好哈 呃你可以把这个呃 你可以调节你喜欢的那个颜色哈 比如说像我呢 我一般会把这个呃顶部和底部呢 啊调的是红色哈 有的有也有的是 呃用这个黑色或者黄色来替代 另外显示了其他的颜色啊 这个呃黄色绿色蓝色啊 呃橙色呀 或者剩下一些小黑色呀 这个呃呃它是显示的是探游器 它所探到的一些信号啊呃呃呃 或者障碍物啊或者一些鱼啊啊 留下的信号 它是它是根据这个所探测到的 这个呃这个东西呢呃的强弱啊 或者说这个远近或者说大小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代表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光标 如果是运动中的 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这个是一条鱼 或者说是我的耳 它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是个很淡的一个深蓝色或者小黑色 但是在运动运动中的时候 它在离到底部 到底部来的时候 它慢慢放大 它在这里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红色 我这个耳可能就变成红色 因为它放大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红色或者黄色 其他颜色 另外如果鱼在下面 在下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黄色 它慢慢的往上走的时候 离你探头越近 它可能越来越大 离你探头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 这个瓣也可以变成一个红色 所以说这些光标 它也是变化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探头 它是怎么来探测鱼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探头的夹角 就是它的可探测范围 我们知道8度 9度 19度 20度 各种都有 如果鱼进入到它的探测 范围之内 就会在圈圈上 大笔上留下一个瓣 这样一个小横杠 一般情况下说在同等深度的水鱼 这种小横杠它越大 说明这个鱼也越大 如果说比如说这是一条鱼 这是一条鱼 它如果离你的探头的距离越远 它的颜色可能就越淡 如果你的探头越近 它的颜色就越深 比如说这是一条鱼 它在这个地方28尺的时候 它游游游到27尺 游游到26尺的时候 它的颜色从绿色变成黄色变成红色 它就离你探头越近 实际上这是一条鱼 但是它这个光标 它光标也在随着它离你探头的距离越近 它变得越大 或者是变得颜色越深 所以说一开始出现的像这种小光标 或者说浅色的光标 它也不一定是一条小鱼 仅仅只是因为它可能离你的探头的距离比较远而已 有时候像我们探测到了下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横杠在这 它一直也没动 总是没动 总是在一动不动 总是没动 这个地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枯树枝 或者说是一个水草在那 这就不是一个鱼的信号 这个我们来再看一下底部放大这个功能 是怎么来对鱼的信号做底部放大的 比如这三条鱼 它在全水深的显示上显示了像26尺 27尺和28尺 它所对应的在底部放大的距离 像这个是绿色的这个坝是在28尺水深 就是从底部上面 这个两尺的水深 在这儿 在28尺 在这里 27尺正好是在30 减去3 在27尺这个地方 红色的26尺 就是在这个地方 底部以上4尺的地方 就是离探头越近 它就是红色的 它是做这么放大的 在这个泉水深的显示上面呢 这个瓣呢 这个坑岗就比较小 而在底部放大的时候 你看它的这个就显示了 就特别大 一目了然 当你看到鱼的信号以后啊 你只需把你的这个耳对下来 当你走着走到这个24尺这个位置以后呢 就底部放大的这个区间 你就会看到你的耳 这样在这边往下落 而且这个时候你的耳的这个信号呢 也比这边要大 所以呢 你只需参考这边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你看到鱼上来 大面Flashard的这个这个条件哈 以及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参数呢 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哈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关于调节的 和一些这个解读的一些问题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哈 好 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